歡迎收看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呢 在這個課本裡面叫做 幾何證明跟三角形的三顆星 那因為幾何證明 其實我們在過去的學習過程中 就一直都有在做 所以呢基礎的證明 我們並不會一直重複的去教 所以在這一章裡面 除了去介紹一些比較特別的問題之外 很重要的一點呢 就是要帶大家進行整個幾何的複習 我們從以前到現在 到底學了哪些東西 所以我們進行一個這個 跨單元式的複習 我們來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從開始學習到 現在 到底學了哪些東西 是有關於 兩條線段 會等長的 那你也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你想到的是 算出某個線段長 那也是可以 因為搞不好你算出來就知道他等長 但是我們還優先去思考說 怎麼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會知道這兩個線段 一定會等長 那為什麼要進行這個複習 就是等到我們 學習幾何證明的時候 那我剛剛說我們前面已經 其實有在做幾何證明了 你在證明的時候你就會發現說 你需要去像 比如說全等 那你是不是要知道三個邊 三個角裡面 有一些線段是等長的 有一些角是相等的 對不對 那我怎麼知道呢 我怎麼知道是哪一個線段跟人家等長呢 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能夠快速的回想 我到底學了哪些 圖形上面到底有哪些 是跟線段等長有關的呢 那麼第一個 我知道很多人都會想到的一個 也是我剛才已經講的 就是全等 如果兩個三角形全等 那他就有線段的等長 然後那順便就複習 對不對 做結合複習 全等有什麼性質 全等有 SS 還有咧 這個 SAS 還有咧 ASA AS AS要注意喔 並不是 只要有兩角一邊就可以 如果大家還記得有一個經典的問題 是這樣子的 他就畫兩個三角形給你嘛 然後說 這個角是 什麼 50 比如說50 60 然後這個角是 50 70 這樣 那因為你這個 50 60 你覺得算出這個是70嗎 然後50 70 這個也會算出來是60 對不對 那可是他就會問你說 那這樣這兩個三角形有沒有相等 你會發現他 三個角都一樣 當然三個角都一樣 不是全等 那這個我們知道 那這兩個三角形 到底有沒有全等呢 有沒有共用一邊 共用一邊的情況下 乍看之下 好像你可以用 SAS 但是有嗎 S 好 50 這邊70 60 這邊70 沒有啊 這邊沒有被夾進去 那沒有被夾進去 那AAS呢 對不對 50 60 然後共用一邊嘛 可是你仔細想想 50 60 共用一邊 這邊不是在 這邊是在60的旁邊 可是這邊的50 50 60 他如果要共用這一邊的話呢 他是在50的那邊 所以其實這兩個三角形沒有全等 那個時候有一個這樣子的問題 那然後有AAS有沒有SSA 有沒有SSA 沒有 但是SSA不是完全不能拿來正全等 SSA很特別他是有兩種可能 有一種可能是怎麼樣 有一種可能是 A A通常是固定這個角 S SA 有一種可能 比如說我現在確定這一邊 這一邊和這個 好 我應該確定這個角 抱歉 確定這個角 那有一種可能 他的確就全等了 還有另外一種可能 是把這一個 把這個S 擋進來這裡面 那他一樣會有一邊 一邊和旁邊一角 都會一樣 可是這個 跟這個 大的是不一樣的 他們這個地方 因為這裡是等腰嘛 所以這個角跟這個互補 那我都 大概的講說 因為我們前面都上過了 所以只是這個 喚醒大家的回憶 所以SSA並沒有全等 因為他的那一邊可以當過去 那在一種特殊情況下 的SSA有全等 那個就是RHS 如果我知道SSA 一邊 一邊 和旁邊的那個角 可是那個角 我剛好知道是90度的話 他就符合SSA 但是他是直角 他是RHS OK 那這個是全等 那我剛講這麼多 你有沒有想到 第二個 我們學過 可以 讓我們得到 線段 有兩個線段有等長的 還有什麼呢 有沒有想到 那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這個也可以像這樣子 就是稍微等一下 你打一個 學生打一個 然後你打一個 學生打一個 那你如果你們在看影片的話 就趕快按個暫停 你什麼時候要搶打都可以 那只是這個 我不知道你打了什麼 所以搞不好會重複到就是了 那我們學過的另外一些 能夠讓線段等長的東西 比如說 我們最早最早學到 如果你一時間想不到 就回想 我們學 我們這個國中的數學學了什麼 學學學到一元二次方程式 然後那個 一元二次方程式 學了一整張 還學到公式解對不對 然後 學完公式解之後 學等差數列 然後就開始學幾何啊 那開始學幾何幾何做圖 第一個碰到的是什麼 碰到的是 中垂線上任一點到線段兩段連等距離 我這個 符號標太小了 我就不按照他的寫 所以我們第二個是中垂線 腳平分線就順便一起寫在這裡 平分線 做個圖回想一下 中垂線 中垂線 中垂線上任一點到線段兩段等距離啊 那其實他就延伸到所謂的這個 等腰三角形 底邊中垂線會平分頂腳 這裡會平分 或頂腳的腳平分線會 垂直平分底邊嘛 諸如此類的 那腳平分線上任一點 到兩夾邊的垂直距離一樣 而且他還有另外一個形式 是腳平分線上任一點 他的垂線 如果我這裡垂直的話 他的垂線也會被這個腳平分線給平分 對不對 然後垂過來這裡也是等腰 這樣子 OK 那這個是中垂線的腳平分線 那還有沒有呢 你們還沒想到呢 其實我們學到很多跟這個等長有關的 比如說平行四邊形啊 對不對 那這個平行四邊形家族就 我們後面就不講什麼矩形正方形了 那這個平行四邊形對邊 兩雙對邊互相平行且相等嘛 對不對 然後平行四邊形會把 對角線會互相平分 這樣也會有線段等長 對不對 然後就順便把這個正三角形講掉 等腰三角形 講到等腰啦 等腰三角形等腰梯形 講等腰就知道說有兩邊一樣 對不對 好 講正方形什麼的也知道他會有兩邊一樣 零形 零形的四邊一樣 零形是零邊相同 對不對 那這些就算在這一組裡面 第三組 那第四組我們還沒有學過什麼 是能夠讓我們取得線段 兩個線段會等長的 大家想一想啊 這個我們剛才已經講到三角形 已經講到平行四邊形了 搞不好有漏掉 你可以想想看 那如果一直往後想 我們會想到什麼 後來我們教了什麼 後來我們教了什麼 教了圓嘛 對不對 那老師就可以這樣子 就是等於帶學生複習 那圓的話 我們學到什麼是 跟這個線段等長有關的 比如說 很重要的一個 大家不知道還記不記得 有這麼一個 箭頭箭頭怎麼樣 如果你有 等弧的話 那 這個等弧 或者說等圓星角 等圓周角 第一個我把它是寫等圓星角 謝謝 謝謝 等圓星角 或等圓周角 或等弦切角 弦切角不寫了 對 還記不記得 對等弧 這個才剛教完不久 對不對 對等弦嘛 這樣是就有線段相等 然後就對等弦星距 那說到弦星距 弦星距 其實會 垂直平分弦 這樣是不是也有線段相等 然後這個 弦星距的話 會通過圓星啦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有關圓 我們還有學很多東西 跟是線段相等的 剛剛這個 第一點 第二點 第三點 就算第四點 第五點 那你如果不想要 因為我這樣子 想到哪裡 寫到哪裡 如果你不想要搞這麼亂的話 自己拿一張紙 把它整齊的 整理在你的筆記上 我一直在講 就是說這個可以抄起來 那個可以抄起來 我都會叫我的學生抄筆記 不只是整理的 不只是整理的重點 甚至題目我也會叫他們抄 因為你在寫的過程中 自己可以順便想一遍 然後 你甚至 包括你抄題目 你可以去想像 這一題這樣子寫下來 這一句是這一題的重點 它其實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你可以去加強你對於判斷題目意思的能力 OK 我們繼續往下 怎麼樣還會有這個圓裡面 怎麼樣還會有線段相等 那其實最基本的啦 圓半徑嘛 對不對 圓心到圓周各處都是等長的 對不對 那於是衍生出一個那個 一種題目啊 就是說 如果圓上面有一條旋是60 是長度等於半徑 那因為 圓半徑又都相等 然後也都是 就是半徑那麼長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旋所對的圓心角一定是60度 那這個弧一定也是60度 對不對 有這樣子的問題 除了剛才說的這個圓心到圓周等距離 還有剛剛講到旋心距 那其實我們在圓裡面還有學到一個東西跟等長很有關聯的 非常非常的有關聯 他基本上就是在講等長的這件事情是什麼 大家還有印象嗎 就是這個切線長性值嘛 對不對 剛才那個圓算 5 那這個算6 對不對 切線長性值還記不記得啊 如果圓歐外面有一點P會怎麼樣 嗯 對過這個P 對圓歐可以做出兩條切線 好像選錯顏色了 橘色和咖啡色好像是一樣的 做出這兩條切線 那兩條切線怎麼樣 到這兩個切點 這個切點A 這個切點B 那PA 就稱為這個 點P到圓的切線長 這一段 那這一段會跟PB一樣 也就是他的兩個切線長會相等 這就是切線長性值 第一個性值 那第二個性值是講說切線長怎麼樣 所夾出來的腳P APB 會跟腳AOB互補 那第三個性值是如果AO連起來的話 這條連線會平分 這兩個腳 都還有印象嗎 這個是切線長性值啦 那怎麼時候我們還學過等長 線段等長 除了切線長性值之外 除了這個圓之外呢 那接下來的部分其實 學生都比較難想到 其實越是 越是怎麼講 沒有明確考題的東西 學生都越難想到 那種做圖最基本的 描述性的 學生都不容易想到 比如說什麼呢 點對稱 軸對稱 還記不記得我們一開始幾何 其實是學這個 那這個很容易被忘掉 那我們那時候說點對稱是怎麼做的 假如說這個有一個A點 然後 對稱點是比如說O好了 點對稱就是AO怎麼樣 延伸之後 複製一倍 所以基本上點對稱就是複製線段 那軸對稱呢 軸對稱的話 有一條對稱軸 假如說這樣子 A點在這裡 有一條對稱軸L 那怎麼做軸對稱呢 軸對稱基本上就是 過A點對L做垂線 還記不記得做垂線怎麼做啊 要 以A為原心 適當長圍半徑畫弧 然後用這裡 所交的兩點 再做中垂線 對不對 做垂線之後 延伸一樣取一倍 那這個時候 走對稱圖形的對稱軸 會是 這個點跟它的對稱點 連線的中垂線 就這裡是 垂直又把它平分掉了 這樣子 所以它跟中垂線是有關聯的 那除了這個點對稱和軸對稱之外呢 還容易被忽略 就是那個文字上面 直接講 直接講相等 那 那直接講相等 就沒什麼好提的了 有的時候它是怎麼樣 它是講 旋轉 把這個圖形轉轉轉轉 過去到哪裡 對不對 有的時候它是講折疊 如果把A點折下來 跟D點重合 有沒有印象有這類的東西 那裡面就也會出現 這個線段等長 因為你只是把這個線段轉過去 或折過去到另一個位置而已 那所以就是會等長 那以上是我們直接會得到等長的 那除了等長的之外 我們剛剛說你還可以來討論一些這個 求得到線段長的 那怎麼樣我們可以求到線段長呢 怎麼樣可以求到線段長 比如說 來個第九點 避失定理 對不對 那避失定理我是不是就可以求出線段長 對不對 除了避失定理之外 就是算著算著 欸線段長就出來了 那你要講內分比 外分比也可以啊 內外 提到就寫起來好了 內外 分比 那既然提到內外分比 不知道你們想到齁 欸我們寫同一個好了齁 就是所謂的子母定理啦 那個 直角三角形斜邊上曲高 對不對 還記得嗎 這個我們會在那個 在後面一兩集的時候再介紹齁 所以也沒關係 那 除了這個之外呢 一個跟他們其實也是 近親啦 但是就是 分開來講齁 什麼 還記不記得 也是剛交完的 那個 沉密性質嘛 沉密性質 是不是也可以用來算線段長 對不對 你要說的話 其實一場性質也可以 不過反正已經介紹掉了 那 我們還可以用什麼來求線段長 還記不記得 還有什麼 這個 外公切線 內公切線長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如果這樣子一路聽下來 你發現你總是處於一種 我印象好像有 對對對 我剛剛想就是這個 那不好意思齁 你學的不夠熟啦 就是不夠熟啦 那如果你剛才 就是我剛剛說齁 如果你剛才這樣一路聽下來覺得很恍乎 嗯 好像不太確定 那就是你要多練習齁 來看一下齁 這個 這個是內分比性值 對不對 內分比性值就是說 如果腳平 如果這裡有一個內角平分線 這裡有一個內角平分線 這裡有一個內角平分線 這段比這段會是這段比這段 還記得嗎 還記得怎麼證明嗎 內分比性值的證明有兩種方式齁 一種是用這個過這一點做這個的平行線 然後用平行線結等比例線段 然後又用 我一直在講齁 平行線加腳平分線會出現等腰 對不對 這裡就是就有一個等腰 這樣子去證明的 是 交這個嗎 都可以 對啊 好 然後呢 然後還可以怎麼證明呢 好 如果說這裡有一個 腳平分線 它可以這樣子證明啊 就是說 這個腳平分線到兩夾邊的垂直距離相等 所以這兩塊三角形 它的面積會是這兩邊的比 因為高一樣 三角形面積比是比的比 所以A比B 如果這邊是A這邊是B 那這兩塊三角形 左半跟右半 面積比就是A比B 那接著抹掉這個部分 你來看 又把這邊也忽略 暫時忽略 那你來看 左半跟右半 它們是不是等高 什麼叫等高 底邊在同一條直線上 共用一個頂點 都還記不記得 這樣子的話 它底邊的比就會是面積的比 因為它高是同一條 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說這兩塊的面積比是A比B 所以它底邊比就是AB 這樣也可以正內分比性質 然後求外公切線長和內公切線長 怎麼求還記不記得 不記得的話自己去看影片 這個 游熊老師在這裡做總複習 這些我們全部都在以前教過 內密外密跟切割線性質 所以如果你看了有點疑惑的話 真的自己去看影片 剛剛提到的子母定理 對不對 如果你的上角形比是3比4的話 這個跟這個跟整個會是相似型 這邊比這邊是3比4 這邊比這邊也是3比4 所以它會是3比9比12比16 X比Y會是12比16 又或者有一個說法是說 X乘Y會是A平方 這樣子 OK 那如果都OK的話呢 我們這兩顆都上到這裡啦 這是這次的作業 這裡有一個證明題 試著證明看看 那還有你證明什麼呢 如圖 AD是直徑 然後如果AH垂直BC的話 證明 ABXAC會是ADXAH ABXAC會是ADXAH 好那我們這樣課上到這裡